在这一边我要用这个Casio 570 EX 来找Ungroup Data in Frequency Table的Min和Median Mode的话不用嘛,你直接看嘛,6个 所以它的Mode是20的 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按Menu,第六个Statistic 第一个Run Variable 我这一边只有X,它没有Frequency 所以我需要按Shift Setup 下去找到第三个Statistic 第一个Frequency On 这一边我就可以10等于20等于30等于40等于 我习惯先把那个号码放进去先 才来改它的Frequency 1,6等于3等于 这样我这一个11,26,30,30,40,1 它已经输入完整了 然后我按AC 接着我按Option 第二个 它就直接给我它的Min 其实我现在要的是Median Median的话呢,我去下一面 它Median是20 所以它答案是Median是20 所以它Median是20 接着这一题 我要做新的一题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会重新开始按过Mode 第六个Statistic One Variable 我现在的Frequency是开着的 所以我这一个 10等于20等于30等于40等于 它旁边这一个2等于4等于5等于 一样了 然后我按AC 然后我接着我按Option 第二个 One Variable Calculation 下一面 然后我拿到的是Median是25 然后我们看它的答案 这个的Median是25 对的 Median是25 然后接着我要找Min 这个的Min OK 假设我再重新全部来过 OK 等一下 Mode 1 我从头开始 假设我Reset它 Reset 呃 玩所有的东西 OK 好 我从头开始来过 我按 Menu 第六个 Statistic 第一个 One Variable 我也有Frequency 所以我需要按Shift Setup 下去 Statistic 第三个 第一个来on它的Frequency 接着我就可以输入了 它的X是12345 Number of Student就是它Frequency 所以我这边1等于2等于3等于4等于5等于 然后它的Frequency是2等于6等于11等于7等于9等于 然后我就可以按AC 我按AC之后我就按Option 第二个 它直接给我它的Min是3.4285 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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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是它的Sum of x 120 然后它的35是N 所以它的N是35 来我们这边下一面这边N是35 所以它计算机它直接有出来 还有它Min有出来 OK 好 就是这样啦 8 1 9 9